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了朋友们 上海广东广州目前出现一些反常又怪异的现象 这一切来的太快了 很多在江苏的打工人都懵圈了 就连惠州东网那边的一些人也感觉到不可思议 今年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了 这些现象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真的是很多人都实在无法接受 对于这些奇怪的现象 朋友们看到片尾可以给出你的建议 我现在是在湖北武汉的街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么多人都不用上班吗 在这里逛街 现场至少有上千号人 一两万人没有任何问题 这里是武汉市中心最黄金的地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也是武汉的江汉路步行街 它是三个区域交汇之处 分别是前面的桥口区 这边的江岸区 还有我后面的江汉区 三个区交汇于一点 那今年的上海那边 广东 广州 在五六月份 有几十万人 分批离开了广东 广州 上海 江苏昆山等地 主要是集中于在 像那边的沿海的 那边的打工的一些 打螺丝的工厂 电子厂 主要是由于没有什么订单 然后呢 人民的消费降级了 从今年上半年的 那个房子打折促销 降房贷利率 还有那个车子打折促销 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 并没有什么人选择去买更多的房子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路灯还可以给手机充电了 好神奇啊 主要还是科技发展的太快了 人民的需求啊 发生了方天赋地的变化 不再热衷于以前的什么包包 首饰 戒指 不再被资本给约束了 人们呢 更加懂得了 你看在街边的店铺只有像这种店铺 新银的店铺才会有大量的人群去逛 但是大家手上大部分是看热闹的多 实际购买出手的比较少 所以就导致现在整个市场上面 环境里面的消费比较低迷 所以呢 工厂里面呢 他没有太多订单 很多人呢 他就没办法加班 加不了班 拿不了高工资 跟晚年比就完全不成对比 所以呢 很多人就选择了 提前返乡回家 打工 打工 打工十年一场工 手上还是两手空空 除了看着老去的父母 还有自己满头的白发 越来越多的皱纹 手上还是睡盈空空 所以很多人觉得 与其这样子 还不如选择回到老家 所以呢 在广东广州呢 就很多人几十万人分批离开 广州 上海 江苏 等这样的电子厂 你看街边的店铺 只有像这种临时的店铺 餐饮的 事情才稍微好一点 然后还有像这边的特产店铺 因为可以送礼送人 但其他的店铺呢 基本上是桌奸进走的 有人逛 很少人下手消费的 这里是武汉市中心的黄金地段 地铁口啊 那这么多人 为什么会选择离开 主要还是因为收入变低了 他们还有面临的高傲的房贷和车贷 前几年入手的人 现在房贷还是比较高的 都在说存量房贷下降 利率下降 但是一直还没有落实 我相信这个政策很快会实施的 一定会促进人们的消费 改善人们的一个生活压力 毕竟你房贷利率下降了 大家就有钱出来消费了 要刺激经济了 大家感觉我说了有没道理 我觉得像这种离开也只是一时的 因为毕竟现在属于消费转型的时代 不再是以前 我给你买包包吧 我给你买首饰吧 人们都懂得开源解流了 不会再乱消费了 也根据之前三年的口罩的原因 大家真的是度过那种难熬的日子 少没钱的日子 大家不想再过了 这种日子太难受了 所以大家都把钱都慢慢的存起来了 没发现吗 今年我有好几个朋友在银行工作 他说今年的存款呢 早已经就完成了 指标完成了 贷款的 我现在每天接到无数个贷款电话 十个二十个三十个 天天跟我打电话 要不要借钱 要不要用钱 所以就能看得到市场上面 人们就不消费了 都把钱存银行了 也就是导致市场上的东西 也不那么好卖了 也是电商啊 各方面的行业升级了 传统行业慢慢的没落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希望这种情况早点结束 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也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安于现状 知足常乐 不让自己再做更多 有亏损的事情了 好吧 不让自己再做更多 我再做更多 我再做更多 我再做更多